李女士在现场不禁说起了赌气的话 无论丈夫赚得是多还是少 自己都是看不到也摸不着 她在丈夫身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经济上的有求必应 还是在情感上真正把自己当作家人来看待 心理咨询师刘怀博决定 通过一个绘画小游戏 来探寻这对夫妻内心 对彼此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李女士这一块 如果现在时光可以倒流 回到你们 你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我想要让你去画一个 在你的期望当中 你未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而对于陈先生 刘怀博也向他提出了相似的命题 在你们还没有结婚之前 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另一半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明确了主题之后 陈先生很快便动笔 开始描绘自己内心所期待的妻子的形象 虽然笔触有些笨拙粗浅 但最终他在纸上呈现出了一副 颇为丰富的画面 有没有钱没事 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好 好好过日子 他在干什么 这两个手 在做家务 然后他是在张着嘴说话吗 唱歌要是不开心吗 唱歌 跳舞 对 很开心的样子 可是另一旁的李女士 却进行得十分艰难 无论刘怀博如何去帮助引导李女士 他始终都无法描绘出一个具体的画面 只是在纸上写下了小鸟一人 以及一米七零以上两个关键词 而面对这样的结果 刘怀博会做出何种分析呢 经过李女士自己的努力 但是我们发现李女士 还是无法画出 很具体的一个形象出来 当然他在上面写了两个词 一米七以上 小鸟一人 在你的这个身上 充满了矛盾 你对于外界 其实有很高的期望 而这种期望 很多时候是幻想的 它不是立足于现实的 这也是为什么 当你想要去画一个 理想当中的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没办法下笔 因为它根本不具体 它只是一种感受 那种感受是什么 小鸟一人 它希望被照顾 希望被看见 被宠爱 甚至它希望这个人 能够去包容他身上 所有的缺点 可能在十五年的婚姻 以后到今天 这种期望在李女士的心里边 可能扎得更 反而更深了 越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会越发地在乎 陈先生 其实这幅画解读是给你听的 你要知道你的妻子 她心里边 一直想要从婚姻当中 所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多多少少可以 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比如说 当她感觉到委屈的时候 当她感觉到自己 不被认可的时候 作为丈夫的你 是不是可以 不要去给她讲道理 而是去安慰安慰她 去哄一哄她 你一直是在被动地 去等待她的改变 那我们来看陈先生的画 画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在做家务的一个人 很幸福的样子 很享受婚姻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一个人 是你曾经心里边期望的一个样子 我相信也是你一直期望 李女士能够做到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 定成一个目标 你看一看 通过你的努力 你如何能够帮助李女士 一点点地去 让她变成这样一个样子 首先她要快乐 那李女士 其实这一块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思考一些 如果陈先生这一块 他自己能够去做一些 朝着你期望的目标 去做一些 他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教教她 给她一些机会 给她一些时间 你既然心里边也期望 能够得到她的宠爱 那你可以尝试着 去温柔对待她 陈先生 我要指出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老婆 她的心结打不开的 那个打人事件 当有人在打你老婆的时候 你一定要挺身而出的 不是让你说 你一定要冲上去和别人打架 是你要有所作为 因为你当这样做的时候 你不仅是在情感上 给予了你的妻子支持安慰 更重要的是 你向其他的人表明你的态度 那就是 她是我老婆 她是我看中的 你们可以打我 但是不可以动她 你知道态度是决定结果的 而很遗憾 没有看到 你希望你的老婆 善待你的妈妈 可是你却对她的妈妈 你的丈母娘不闻不问 她的哥哥不孝顺 跟你善不善待老人有什么关系 你不给她费用 你为难了你的妻子 你其实间接的是为难了老人 所以我想说 如果你想整个大家庭和谐 关系和谐的话 你先做给妻子看 她才会有所意识 有所改变 林女士 我觉得你嫁到陈家 你的心态有点不对 你一直把自己定位在 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心态上 所以你各种对号入座 生怕别人怠慢了你 于是你会格外地去自我保护 你要体现出 你在这个家庭的分量 地位 话语权 一旦没有得到 于是你就开始心理不平衡 如果一旦这种情绪 成为了你们婚姻的底色 注定就是不和谐 不美满的 我觉得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你要了解到自己的弱点 你才好去改正 调整